有了大家的护持,才能让更多大德善士们统斩法义,共结善缘。 借由好书的熏陶,相信大众都能积聚,成佛资粮,不会挣扎,原成佛道。 祈愿万英勇流传,慧命不止息。 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获美中华印经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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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怕生病 我以前不知道 出家人多生病 为什么 讲经讲完就走了 他忘了超度 那不行 你既然已经出家了 你要了解 有天道 有土地公 有神 有鬼 你要普度众生 不是光度人 你要帮助一个人 也要帮助他 祖先 然后我们大家互相帮助 这个方法 各位能够学会 最好 我们以前人开车车 都要贴金转 在危险地带 你不贴金转 还会出问题 所以你不要说 这是以前人来说 现在还很感应 哪一天你开车 突然开不动了 或是没汽油了 或是有一次 有一个居士开车 新车 私户 新车 载你 结果把我载去望阿宝 他说他担不在路 再去望阿宝 再去望阿宝 居然车子坏掉 花不动 师父 怎么会这样 我说 鬼神找我们 窗户打开念一念 然后车子就好了 回家吧 各位 开车 我路很熟呢 怎么会开到望阿宝 因为师父在你车上 望阿宝要我来 对不对 我去那边傻傻几个月 又下来了 不然师父对不起 对不起 东南来派去 没来 也好就好 我久了我就相信了 各位 不能提起 不能不慈悲 不能不相信 这个世间 不是眼睛看到了就算 眼睛看不到了 明明有六道轮回 人在走天在看 百分之一百 骗不了人的 骗不了因果的 所以我们要老实作业 来啦 先供养三宝 感恩护法善神 奥利地苦 地基祖神奉牙 三神束神 都要感谢他 这些鬼神要感谢他 因为鬼神感谢他 各位就会平安 不然你说 哎呀 参加师父法会 回去感冒七天 你得到快乐 你的祖先不快乐 你欠他债 对不对 以婉亲贼住 所以我们要把它圆满 那希望大家学会了以后 以后我们厚礼地区 这些巴个嘴啊 大家都会冒烟啊 大家都会做 简单的水米 然后大家就生活快乐 长寿富贵 样样顺利 为什么 敬天地 对不对 慈悲鬼神 祖先快乐 周遭的快乐 我们自然快乐 这很简单的道理啊 有人跟我说 师父 你把恶鬼倒找来了 然后你们走了 那我们这边都是鬼呢 怎么办 这个是自私啊 来得了就超度得了 来不了就没办法 但是你 你对他们好 他们不会伤害你 各位 你拿东西给流浪狗吃 这只流浪狗永远守护你 就算他死了 也成为你护法神 对不对 不可能伤害你 但是千万不要有个自私的想法 哦 师父你把他招请来了 因为我经常去海边坐 渔民抗议啊 渔民抗议啊 哇 你师父来吃饭饭饭 花贵 贵贵大堆 我们冬季讲的 阿伯 你不能来 你不能来 我告诉你 那个鬼你把他超度了 你们大家不是 大家生意很好 我们来就是来超度他 不是来把鬼带来的 鬼是你家的鬼 我们来帮你超度的 所以当然 他们真的有看到鬼 但是那个冬季不知道超度的方法 所以他一听鬼 你不要有鬼都没有事 那事实上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鬼 但是你把他超度了 鬼也不见得会伤害人 这里面这么多人 他为什么不打你 因为你没欠他钱 他打你干嘛 鬼会找你 是你跟他有债 你跟他没债 他不会找你的 但是如果你有债 天涯 海角 他都找你 所以我想这一点 对这些无言大词 虽然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没欠他债 我们都愿意帮助他 所以学校里面 能够做 甘露四十法会 学校平安 小孩子走路 不会跌倒 学校晚上里面 大家来跑步 别走走的 转给他跑步 为什么 晚上有孤魂野鬼 但是把他超度了 学校平安 所以懂了佛教的人 很喜欢出家人 去他家念经 不懂佛教的人 哇 书来问到两天 问到谁啊 古时候呢 会迷信 但是各位错误了 佛法是三宝 出家人是宝 看到出家人代表 你要发财了 所以叫福田 人田福田 所以我们现在 把地狱打开 土地打开 过去埋在地上的 没超度的 甚至呢 在地狱没超度了 我们想尽办法帮助他 所以各位念一下 地狱有父母在 你要观想 我哪一生 老婆老婆 阿公 妈 阿嬷 你跌到 所以我要超度他 你要有这个想法 而不是听到地狱就会怕 地狱在人心里面 如果你有称慧心 就有地狱想 如果你消除称慧心 就没有地狱的困扰 佛陀有一次要办法会 有五百个鬼 快乐的不得了 有五百个鬼 哭的半死 然后呢 尊阿罗汉就来问佛陀 我刚刚看到鬼在哭 这边鬼在笑 什么意思 佛陀说 明天我们要办法会 供佛在身 哇 那些子孙 要来拜拜做功德的鬼 现在快乐的不得了 因为明天做完功德 他们得到功德就升天了 快乐的不得了 另外五百个鬼 哭得要死 为什么 那边不懂佛法 明天要为他们杀羊 印度人为杀羊 忌血 然后这些鬼祖先 还要下地狱 这样 所以一边在哭 一边在笑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来办法会 我们的祖先是哭还笑啊 哦 生天啊 我们希望去记录世界 好不好 所以慈悲的快乐 因为你会发觉 奇怪昨天晚上不好睡 今天好睡 因为众神超度了 就像你本来痛的钥匙 突然不痛了 都快乐啊 所以简单的说 你是帮助众神 才能成就自己 所以佛教讲的很简单 不思的人得福报 你越帮助别人 你得到了越多 你越自私 用心机 你得到了越少 所以曾经有个医生 他儿子得癌症 他很生气 他就骂一骂以后 我不信佛教了 不信佛教了 很可惜 但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位 很会赚钱的医生 他做医生 是为了赚大钱的 买跑车的 太太每天化妆的 很漂亮 这样子有没有道德呢 这不叫道德 所以这个事情 你造了恶业 虽然你是个医生 你以金钱为动机 结果我儿子得癌症 你治不了 所以你就 你就会毁谤你的宗教 这也很可惜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有德行 我们下辈子快乐 来世快乐 这辈子快乐 不动活用声音可以帮助对方 用水 用光 用沙 用米 都可以帮助对方 所以如果你愿意这样做 那嘴巴不要骂人 不要骗人 因为你嘴巴骂人骗人 这两个人在吵架 这两个人在吵架 你是要劝架的 你们不要吵架 对方 你一讲两个就干起来了 因为你这个嘴巴 爱骂人 你这个爱骂人 你一加下去 就火上加火 知道吗 就像已经起了汽油 你要用水去泼汽油 那不是火更大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实要利益众生 请你要克制自己 克制自己 因为你的一个不好的业力 也会影响对方 因为你嘴巴爱骂人 那不行的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 把自己的不好的消除掉 不好的称恨心消除掉 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怎么可以叫别人不发脾气呢 看着力就要跟你讲 还不发脾气 那一个 台湾人说 欠情那种面 台湾人欠奏 因为你这个爱发脾气 就是欠奏的脸 观音菩萨绝对不是欠奏的脸 因为他们很慈悲 我们生气 很痛苦 看到观音菩萨 好了 观音菩萨的悲心 像光 把我们的嗔恨心消除 所以有人要杀你 念观音菩萨 对方就不会杀你 有鬼要抓你 念观音菩萨 鬼就抓不住 因为慈悲的力量 所以我想 你真的想要帮助对方 你一定要真实的调伏自己 改变自己 不然 有时候你去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你要念得牌听 阿弥陀佛 很好听 从你嘴巴念出来 就不好听 因为你嘴巴喜欢讲人家是非 双基是白人的事情 你跟他没办法 对不对 你跟他批评得多要办法 但是现在人没事看报纸 看新闻 骂来骂去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做一个领导 是个责任 它不是一种特权 所以但是他们不了解 甚至现在的选举 有点对立 骂对方来得到自己的胜利 这个是非常下流的方法 不好的方法 因为我们随起对方功德 我今天出来做 是希望真心的要服务社会 真心的要提出你的正面 各位多听这个 好 负面的不要听 偏偏现在人喜欢听八卦 那你以后会有业障 听佛法就是睡觉 听坏话就是精神就来 听好话听不进去 人家骂你你记一辈子 因为你耳根有业障 所以观音菩萨的耳朵 没有业障 听到的都是众生的苦 如何帮助他 因为耳根严通的 所以各位修行不能够离 不能够脱离六根 眼睛要用慈悲心 耳朵要用慈悲心 鼻子要慈悲心 嘴巴更要慈悲心 你这个嘴巴 以慈悲心去劝对方 而不是去调侃对方 批评对方 那不好 你这个手是在帮助对方 这个手不要去钓鱼啊 杀身啊 想要打人啊 不然你的手人家生病 你一握手对方病死 你这种业障重的人 不要去看人家病啊 海西人啊 请输去看旁边 这种人就吃牛肉吃到打扁 你刚才吃完再给他看 让你死 那你不是让对方更苦吗 就是各位拜祖先能不能拜肉 千万不行 祖先死了已经有一点痛苦了 有个人忧好你 我老爸爱吃牛肉 没办法我老爸死得败 这个叫鱼吃啊 你是好心没有错 但好心没有智慧就是坏啊 了解吗 因为他是因为吃猪肉才生病的 你又替他杀猪不是让他死吗 所以各位要了解 佛法是什么 对治他 你吃肉所以我吃素来帮助你 对不对 你骂人 所以我不骂人念佛来帮助你 这个叫对治法 要消除黑暗 要光明 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一定要改变 我今天唱歌不好听 声音不好听 那我从今天开始不要骂人 讲话像小鸟 这样就好了 以后你声音就不会那么粗糙 以后你声音就不会跟他 公围跟他闭嘴 坏掉的喇叭 那你这样就讨人厌 所以各位一定要 这个我老实讲 像我讲课的人 我师父千交代万交代 绝对不能去讲别人的是非 我们讲道理是为了讲 绝对不批评谁啊 你对面得罪我 我也不会想骂你 那我才有一个清净的口业 来念佛啊 诵经啊 持咒啊 我们战胜法师念咒好不好听啊 有人说他一念鬼就超度了耶 对不对 因为他从来不骂人 只有被骂的份 被骂小爷的 还不骂人还有功德 所以各位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念习 特别各位你想要将来弘扬佛法 所以我到学校经常跟老师说 老师啊不要骂学生 你骂学生以后你讲课 人家不听的 为什么为了要传达这个课的内容 你一定要让学生一听到你的声音 就永远忘不掉 听这个老师讲完回去忘光光 老师业障重 释迦牟尼佛讲课 你只要听一次 生生世世忘不掉 真是有这个 我师父也是这样 我师公真华长老 从我认识他到我师公舍抱 他每一句话我脑筋 不用记都背下来 因为他们的功德力 所以佛讲话 一讲出来 众生就会记在心里面 都会得到解脱 但是如果我们凡夫口语也太重了 你讲话人家听不懂 入不了心 入不了心 所以为了要帮助对方 一定要进化自己 哦念不动佛心咒功德很大 但是如果功德很大 这悲心不强 念出来力量就不大 所以为了如此 一定要调伏自心 保持真正的大悲心 就是要能够承担对方的苦 而不是说我在这边讲 你听听就算了 跟我没关系 不行 一个法师要怎么做 今天进到会场 所有众生 人的缺点 都在我身上发生 我要吸收对方所有的痛苦 你要这个承担 愿我累劫累世 所有的功德 是要供养布施给现场的父母众生 你要如此 如果你能够如此 你也得到了利益 大家也得到利益 而不是说讲讲就算了 要成了 我不能说你干嘛吃肉 不能这么说 你吃的肉业障给我 我吃的树放生了功德给你 这个叫菩萨 法师 法师为什么要接受供养 法师接受红包供养 红包里面都是业障啊 知道吧 你拿供养就来 你的业障给我 我的福田给你 所以供养法师 有没有福田啊 要有福田啊 跪下来 跪下来 哎呀叔 我贵辛苦 中的业障 我给你跪哦 业障给你 不是 法师要有这个想法 你今天跪我 我要承担你所有的业嘛 妈妈在跪我 因为我的功德给你 所以我们感恩法师的慈悲 所以供养红包 要有 双方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那这样就可以去和佛 而不是说 念经要钱 那个要钱 那那个就没意义了 没意义 所以我想 做老师 做法师 做官员 都是以服务为目的 什么是末法 末法是以金钱为目的 以权力为动机 那就双方都得不到好处 都得不到意义 所以我想 卖香也好 卖水也好 卖饭也好 动机很重要 动机 如果我有一个好的动机 那我卖出的香功德很大 讲到香 佛教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耶路比丘 这位耶路比丘 在佛陀的时代 震得阿罗汉 但是他震得阿罗汉 从开始到震得阿罗汉 他一直手都在痛 在痛 那有一天人家问 问佛陀说 耶路比丘为什么手痛 那佛陀说 耶路比丘 在过去加色佛的时代 他是卖香的 东和玉 香 卖香的 结果卖香的 这个卖香的 有一天看到一位 有一位贵妇来买香 然后手拿出来 他在选 他看到那个手 很漂亮 女人的皮肤那么漂亮 起了男女的欲望 居然去摸那个女人的手 因为摸那个女人的手 那个女人生气 因为他还贪欲 这位卖香的就忏悔 我错了 我一时冲动 对不起 因为这样也堕落了 后来生生世世手痛 血气不痛 到佛陀的时代 虽然震得阿罗汉 但是那只手 还是血气不痛 光一个手去摸 所以我想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善恶业 所以佛陀讲出了 耶路阿罗汉的业障 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位阿罗汉 出家的时候眼睛很好 出家以后眼睛瞎掉 因为瞎掉 所以走路 不小心踩到蚂蚁 人家就说 佛陀你的弟子杀身了 那佛陀就解释 因为他眼睛瞎掉 为什么他瞎掉 他过去做医生 很慈悲 没钱也没关系 欠钱 结果有一位妈妈带小孩 两个眼睛都不好 看一次欠钱 看两次欠钱 然后医生说 对不起 我下回可能要收你一点钱 因为药费贵 然后那个 没关系你帮我医好 我下回一定给你钱 结果第三次来 拿了最好的药 又不给钱 这个医生耐不住 到了第四次 如果你再骗我 我就拿那个坏药给你 让你眼睛瞎掉 结果第四次来 还是骗他 他说好好好 他就包了药给他以后 两个母子回去眼睛瞎掉 所以佛陀说 这位阿罗汉 过去世造了这个恶业 所以生生世世 眼睛瞎掉 所以我想 你今天的行为 会影响明天 这一次的行为 会影响未来世 那各位呢 一定要深信因果 所以我们今天 布施药给他们 布施甘露给他们 布施食物给他们 结善缘 生生世世结善缘 因为你不结善缘 就度不了对方 你不结善缘 你也不能累积功德 所以希望大家 为了结善缘 用嘴巴可以结善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结善缘 你为他持特殊的咒 跟我念一次 除癌咒 这个各位要悲 治癌咒 现在很多人得癌症 不喜欢得癌症 超度一定要念 大部分的生病 70%是得癌症死的 不是得癌症死的 身体就不痛了 他如果做孤魂野鬼 170万年都在得癌症 所以就要靠佛法的力量 来帮助他 所以我们除了布施给他药 还要念很多各种病苦的咒 你念那个咒 虽然你这个药是感冒药 但是你念出癌咒 那就变成癌症药 那各位如果不会念 至少这三个字 就是说你有悲心念咒咒咒咒 然后他转化为癌症药 心脏药 皮肤药 被火烧死的药 被炸弹炸死的药 咒咒咒咒咒咒 所以这三个字 各位一定要背下来 咒咒咒咒 愿大家慈悲 咒咒咒 用水用米一点点食物 点一根香 咒咒咒咒 接下来帮他念观音菩萨 咒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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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 希望他超度 三十二页 七佛如来 念多宝如来会很发财 各位要多念 只要经过人家开店的门口 那么多宝如来 希望你真正的发财 看到业障很重了 那么宝胜如来 希望你消业障以后升天 看到长得很不好看 那只狗不好看 那个人长得不好看 那么妙色圣如来 希望你将来更漂亮 更好看 那么广博圣如来 希望长得高大 很会吃东西 那么黎布韦如来 不会怕 那么甘露王如来 可以吃到甘露 那么阿弥陀佛如来 小野障 断我职 将来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看本子上有话 打手印代表你的身体变成佛 念注或是佛号 代表你的声音变佛的声音 观想种子制 这个种子制就是佛的圆满的菩提心的形象 所以我们在持咒 那就叫身口意跟佛 没有分别 这个叫即身成佛 你以佛的力量 身口意如佛一样的去帮助众生 那你一直以这样的悲心 身口意像佛一样 那你就可以开发你的菩提心佛性 不要说我是男人女人 可以消除我职 可以跟佛合为体 可以真实帮助众生 但是为了要会 各位要练习 要背 而且要真的发心 什么叫菩提心 有没有发菩提心 那你要受教育 你要读佛经 清净善知识 知道什么是菩提心 怎么发菩提心 那已经发菩提心了 进一步学咒语 怎么观想 怎么持咒 怎么打手印 怎么修仪轨 然后这叫做佛事 真正利益众生 这个有没有比医生还重要 所以 赶快把你儿子送过来吧 女儿送过来 从小让他学习 好不好 让他懂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太需要了 太需要了 你要从小要背 要看多少经典 观看完大藏经 五年十年 还要研究再十年 完了以后 还要不断的接触众生 还要学这些 各种的咒语 各种的跳蚤 怎么办 有老鼠怎么办 佛教都有 你家有跳蚤 上师去 跳蚤不见了 中国人又普安奏 一放跳蚤不见了 针对世间各种问题 都有各种的方法 就像药一样 不一样的病 也不一样药 所以叫佛法无边 法门无量 寺院学 但是现在很可惜 现今的人 没有人要送你的儿子来学佛 送你的女儿赶快学佛 大家赶快 我要读小学 国中 高中 赶快赚钱 读大学 这样才可以买房子 那完了 这个世间 佛法越来越少 佛法就剩下老婆 说 我米多分 还算不错了 加菜两分 那佛法就消灭了 只有剩下一点点 那很可惜 这个世间 需要有人 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来奉献学习 帮助全人类 全世界的方法 能不能为了 个人的金钱地位 一种狭隘的学习方法 所以小学国中 我们还广泛地学习 读到博士 就能有一点点道理 他就可以拿博士了 那是一种专精的 但不是一种广泛的了解 这很可惜 佛教 你要法门无量 是愿学 众生无边是愿度 所以你要 不断地去接触众生 要成佛 也不是一辈子 要百千万亿事 不断地来修学 不断地来修学 要培养这个悲心 不退转 智慧 了解众生相 体悟众生苦 什么叫体悟众生苦 癌症的痛苦 被杀的痛苦 被强奸的痛苦 下地狱的痛苦 你都要真实感受过 要面对过 你没有面对过 你就没有生命的经验 你就不知道出离心 所以各位 假扣 动作假扑 三世诸福 以苦为做老师 如果你要救苦就难 一定要学会受苦受难 不能怕痛苦 所以我们有时候 每次打坐还要观想 那种癌症的痛苦 每次现在IS 把这个人头砍掉了 我们要观想一千次 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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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 不但痛苦 家里人在哭 这里很伤心 你要体悟到那个感受 最好体悟到那个 被砍的灵魂卡在你身上 那你感受到你头断掉的痛苦 然后你就会生起 哇 他们很可怜 很痛苦 你会生起越大的悲心 如果你没有那个感受 那你就没办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 累劫 都来承受痛苦 做鱼被人吃 被砍头 被挖眼睛 各种的痛苦 做束绳被砍 他都领受过 要无量式的轮违 所以佛陀的脚 都会画各种的动物 佛陀都做过了 这些他都做过了 这种痛苦他都领受过了 因为领受过了 他才有真实要脱离 没有金钱 没有个人的生活 任何享受 因为你要活在空性 入空门 透过这种外在的苦行 目的是内心里面的空性 了解一切 关心一切 不执着一切 所以学佛重不重要 本师释迦牟尼佛 太伟大了 所以各位在家里 要摆一尊佛像 各位现在心里面 挂着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你不要挂着观音菩萨 回去还吵架啊 你不慈悲啊 你老公骂你 你挂观神菩萨还没人 那不行了 你带着恋猪 还在那边打麻将 那是温书的 那是你给朋友 贏你的造业 对不对 书的叫做消业 我们不喜欢去侵占别人的财产 因为别人赚钱很辛苦啊 所以我想学佛以后 不是说不喜欢赌 而是说不愿意 不愿意伤害对方 也不愿意自己受伤害 这个钱 这个钱拿来帮助 独居老人 帮助老人院 帮助流乱狗 那有意义 所以希望大家 我上回第一次来厚礼 是我们去七星啊 那边浮沐区啊 纳古塔 国家也要去呢 要去呢 你说那时候没我们作生啊 你太自私了 那就是你们作生 只要有众生受苦 我们今天挂来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 狗 有形无形 手啊 都是我们的结人 所谓空性 空就是没有单独的我 众生就是我 世界就是我 我跟所有友情都有关系 所以我不能舍弃任何一个友情 我不能抛弃任何一个地方 那你要有这个发心 有这个发心 所以开始去利益众生 办医院也好 老人医院也好 医院关怀也好 学生教育也好 文化教育也好 办吃素也好 都没关系 透过这些世间人的方便 把佛教的道理给对方 所以各位永远记住 以后供在佛前的东西 都不是为自己 你在家里供一杯水 前面所有佛 后面代表六道众生 地狱鬼道出生道 这些爸爸妈妈 我为你们供养一杯水 远诸佛菩萨 欢喜 加持六道众生 找得离苦 这个叫供养 这里面没有自私 只有三宝 众生 自己安住在空性 没有我 因为我不是自私的 我供养所有三宝 帮助六道众生 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我们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这个肉体也不是我 但是我利用这个父母 给我的肉体 好好地来修行 这个就是 报父母恩最好的方法 那我想 不分在家出家 观音菩萨是在家 地藏王菩萨是出家 发菩萨心做菩萨 不分在家出家 但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最后回向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世间是痛苦的 各位 千万不要在这个世间找快乐 最后都没有用了 你让你做一百次皇帝好了 让你做台湾第一首富好了 难道你不会得癌症吗 难道不会死吗 这个什么都带不走的 所以世间没有快乐 还再讲一次 还没有谈恋爱的 千万不要去谈恋爱 有听到吗 他只能动作没听 这太简单了 太困难了 控制不了 所以你就知道那种欲望 那种情欲有多强 像一只公狗 看了母狗 砰 冲起来 这个最难修行的 所以 你要利益众生 自己还欲望这么强 那没办法 所以要修行 修行最好的地方 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我们希望六道友情 父母祖先 怨生西方净土壮 为什么要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我有欲望 因为我有生气 想要去搞外遇了 想要对不起我老婆 我先生了 赶快念南无观音菩萨 对不对 为什么要念佛 求佛菩萨加持你 也求佛菩萨让你不要去伤害众生 也求佛菩萨去帮助别人 不要让他去造恶业 南无观音菩萨 旧苦旧难 所以 愿生西方净土中 我们给他暂时的安乐 给他药 给他食物 为他点灯 各位刚刚门口点了这么多灯 为他们点灯 让他们脱离黑暗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他们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不是自私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你到那边阿弥陀佛亲自教育你 你就可以开智慧 不会有欲望 十方诸佛共同加持你 你不会退转 你有十方诸佛的能力 回到这个人间来 回到地狱恶鬼道都没关系 变成观音菩萨 视线各种形象 有六道观念 到地狱度众生 到恶鬼到度众生 那对观音菩萨来讲 他不是狗 他不是鬼 他只是视线这种形象 跟你在一起 然后度你就像演戏一样 这个叫轮回度众生 倒架持行 这里面有没有倒架持行 请举手 有的赶快供在上面拜你 如果不是 要有惭愧心 要有惭愧心 因为你看到帅哥女人 都还起欲望 还倒架持行 你要问你自己 所以各位要有惭愧心 我不是 我是个凡夫 所以我要精进 我要有惭愧心 做女孩子 不要故意穿得很性感 要男人看你 做男人也不需要 去勾引女人 因为你不慈悲 因为轮回是苦 还没有结婚 不见得要结婚 已经结婚了 干嘛生小孩 因为人家说要生 我没在乡 我没生 你现在生男人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执着 生命的意义 我就是因为 生一个小孩才出家的 我生了小孩 我很惭愧 因为小孩子在生病 我很惭愧 是我把他生下来 是我的欲望 我的所谓执着传宗接代 制造了一个流浪 制造一个痛苦 你生了小孩 他知道父母的痛苦 我们以前不懂得孝顺 因为生了小孩才知道 父母很苦 照顾小孩很苦 但是因为生了小孩 我才去思维生命的道理 真的很苦 我不能浪费 这个生小孩的过程跟意义 我必须成为我 小孩子的模范 我必须修行 你给他黄金珠宝 国家都没有用 释迦摩尼佛 成佛回到家乡 他的太太就叫他的儿子 罗霍罗 拿一碗 印度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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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给爸爸 意思是说 爸爸 你的责任呢 你要给我财产 这样啊 然后释迦摩尼佛接受以后 就把瑟利佛叫来 来来 把我儿子带到后发眼 干嘛 踢头 我最好的遗产 就是让他解脱生死 出家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你要说对的 不出家 那还不是生脑病死 有用吗 所以 佛陀的爸爸就抗议啊 就抗议啊 所以佛陀就制定 好 以后小孩子未满七岁 不得出家 要经父母同意 对不对 但是佛陀说 他可以 因为他关照 罗后罗可以振阿罗汉 可以让他解脱生死 既然我 把你生下来 我有责任让你解脱生死 所以希望各位 做爸爸妈妈的 做阿公阿嬷的 你要有那个责任 你不能说 我死了就死了 我管你要死了 怎么死 你今天你死了 但是你的儿女呢 还在轮回 你死得去吗 这是很难超度的地方 因为爸爸妈妈 还是年的儿女 儿女没有离苦 他就黏 然后就一直在轮回 然后爸爸妈妈又来做他孙子 然后就 老爸做儿子 儿子做老爸 然后就一直轮回 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 哇 这身材 哇 这很像阿公的 飞飞 阿公来倒胎 你都不知道 阿公现在做孙 还可以用爸 那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 你吃的鱼也做给你老爸 你吃的鱼也做给你老母 没缺你坐 你吃不到 有听到吗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太恐怖了 太不慈悲了 所以你已经知道的人 你就会改变观念 所以这个世间 无灼恶事 真苦啊 愿六六道众生 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不是自私 愿他找得 趁愿再来 持航普渡 趁愿再来 倒架持航 因为他从痛苦解脱 学成归国 就像做医生 学好了 是要来医病人的 而不是要来赚钱的 动机决定一切 我们这个社会 必须每个人都要把动机调整好 动机没有调整好 世界大乱 社会乱 任何一个宗教的动机 都是应该和平慈悲 如果动机是一种 暴富 一种引起人家注意 就会产生最近的问题 我想宗教本身没有错 麻祖不可能在帮祖人拔掉 但是现代的人要赌博 还要去拜神抽签 不准还把那个神丢掉 那这个就是社会的乱想 末法 现象 这就靠我们大家 学佛的人 不能消极 各位学佛不能在家里光念佛 学佛要把念佛拿到社会上来 社会是道场 任何一个地方 众生有苦的地方 这是一个最好的因缘 帮助他学佛 所以愿大家 一心齐情 跟我念 三宝加持 我等全程 一心齐情 历代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堕胎胎儿 过去所杀所吃 所伤害 冤亲在主重 男女孤魂重 招请重等 放下执着 放下执着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念佛一生 消除业障 福报无量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有信心 发愿 佛力加持 只要你有信心 跟愿力 品位有高低 你已经吃素了 发福利金 上品 今天男女孤魂 愿往生 至少下品往生 能够随起功德 中品往生 所以能够真实 听闻佛法 好 那我这个鬼 我也要学佛 发普利金 那当下上品往生 心态决定一切 但是无论如何 希望在轮回受苦的友情 往生净土 正的空性不退转 倒架持行 因为你要成佛 一定要度众生 人才可以成佛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 得到最高的智慧跟能力 但是就像 得到医学地位 博士 但是你要去医病人 你要去帮助病人 那我们这个医学技术 才有用 所以念佛不是自私 是为了利益众生 念佛 持咒 都要有一个动机 就是慈悲 慈悲就是因为 你真正了解 感受到他的痛苦 所以各位最好 你看过电影 我是网路上的影片 那只牛在被杀 那天他们一个片子给我看 一个印度的女人 因为交男朋友 交到别的宗教 她那天被化妆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穿白色衣服 他们把她手绑起来 然后埋在泥土 剩下半生 全部的男人 用石头活活把她打死 很可怜 很可怜 但是我就会想那一幕 然后念佛 这么多 这么受苦的众生 那些打死的人 将来也会被打死 死的人也很可怜 一个漂亮的女生 这样活活用死 她也没办法闪 她就说 她没办法闪 要用石头慢慢打死 就像穆建年一样 被打成肉酱 因为宗教不一样 因为交男朋友 所以这些可怜的镜头 现在西方人在杀牛 那个机器之快 牛散都没有机会散 后面一垫 往前冲 就把她头夹起来 然后给她倒过来 一个人就把她割口笼 再给她打开 慢慢挣扎 血流差不多 再给她掉下来拔皮 快速 那各位你要想那些镜头 很可怜 现在很多小孩子被堕胎 堕胎以后 他们医生没把她丢掉 有些小孩可以卖钱 卖钱 在泰国还可以卖钱 为什么 他们可以成为一种 小孩子的鬼神来拜 来求发财 但是这些 现在科技进步了 很多可怕的镜头 你都看得到 但是你要看那个镜头 那个镜头就像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妹妹被毒打一样 所以那一天还看到一个印度男人 他去强奸人家女人 然后被抓到 当地的男人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四只脚 先把他弄断 这样 让他看 然后舰长用斧头 敲他一只腿 然后慢慢再让他死 是没有错 他强奸人是没有错 但是伤害大人更残忍 那各位你要把这个 自他交换 我就是那个男人 我现在要被慢慢的 敲断腿 慢慢砍 然后慢慢打 你要感受到他的苦 然后这个苦 我能够帮助他 所以你自然念佛 你自然为他念佛 你自然为他持重 为什么太苦了 那个时候谁可以帮助他 唯有三宝的力量 所以我们为他们放声 为他们点灯 为他们做大 种种的功德 希望这些功德布施给他们 这些功德可以让他暂时快乐 暂时离苦 进一步就近 念阿弥陀佛 念往生走 超度他 我想修行是一个很严肃的 很严肃的 虽然我喜欢讲笑话 是因为怕各位睡着 没办法 但是讲到佛法的因果 那真的很严肃的 讲到慈悲心 那是痛到心里面的 如果你修行没有这个悲心 那也白修了 各位你要痛到心里面 那一天有一位菩萨 抱他女儿 一直咳嗽 很在不丹 我说你痛不痛 我说我以前我儿子咳嗽 我就痛 他咳一下我就痛一下 很痛 我没办法睡 我说对 所以他24小时抱着他女儿 就是这种叫悲心 别人的痛苦 痛到你心里面去 所以慈悲不是讲在嘴巴 你要有感受 如果今天你看到一只蟑螂被杀 你没有感受 代表你不是修行的 你没有悲心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 你还会吃肉 那代表你没有悲心 连种子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到你石头的快乐 你的营养 你没想到他的痛苦 你没有想到他的痛苦 就没有悲心 所以吃素人也不能吃鸡蛋鸭蛋 因为他们很苦 我们甚至很多人不喝牛奶 因为那个母牛被虐待 昨天我们救了两只乳牛 药药放生 结果一只还没上车就死了 那老乳牛啊 已经被虐待到没办法了 全身无力了 好在碰到法师给他念一念 他提早一页消除走了 因为他痛苦一辈子 一个女孩子天天被强奸 天天被挤他的奶 小孩子他又养不到 又把他杀掉 从懂事一直到这样 可不可怜 所以各位想到那些乳牛的痛苦 不忍心喝他的牛奶 而且他的牛奶一喝你 保证拉肚子 那你是恨的是苦 没有加持 所以不是说 为什么不能喝牛奶 而是这里面真的不慈悲 所以我想 如果一个妈妈是被强奸 而灌他的牛奶 那个牛奶给对方喝 对方也会死啊 一个妈妈是充满了爱 而不失的母奶给小孩子 小孩子才会健康啊 并不是你以达到牛奶为目的 因为妈妈是在恨的 还是在快乐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所吃到的 这些牛奶啊 蛋啊肉 都是在一个被屠杀 恨的痛苦的阶段 人被杀大家会不敢看 那动物被杀好像很正常 没什么 还看技术好不好 所以各位那你要去体悟 讲到慈悲心 不是用嘴巴讲 而是你要去感受到他的苦 所以我们最好的感受 要把对方当做爸爸妈妈 亲身的独生子 你才比较容易感受 你有了感受 然后你知道 所以你会很认真 就像你在开刀 今天的对象是你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 不小心他就要死 哦 爸爸多痛啊 但是又不能不开刀 那这个就是要培养 我们就要念一下 掌养慈悲 所以我想修学佛教不是说 我念佛二十年 我读了多少佛经 我佛学院毕业了 我出家 我在家 跟这个没关系 这个只是一个祝缘 重点是你那种感受 悲心的感受强不强 你听到晚上猪在叫 在被杀 你会有办法睡觉 太痛苦了 那种被割脖子流血 扒皮 那种痛苦 各位要一直去观修 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然后练习到你跟猪跟人合在一起 你的心跟猪合在一起 这个叫什么 来 入众生心 这个是修行菩萨道转 入众生心 你不能站在我 入众生心 你很容易消除我 不会自私的 因为你只有感受到 体受到他的苦 因为有这个苦 你才有处理心 哦 生命很苦 我不应该再贪嗔痴 而且我要对所有众生慈悲 为了慈悲 所以我一定要称佛 为了要慈佛 我要修波罗命 要自立地他 要在空心里面 不断地去行慈悲心 以这样来念佛 来诵经 来持咒 来修衣轨 这个是最重要 我们不能把佛法 当作按摩 我心情拜拜 两阿弥陀佛 那这是一种 这不是修行 像一个打仗的战士一样 在战场上 随时要被杀死 但是我要去救人 我的爸爸妈妈 快被杀死了 我要去救他 为什么救不了他 因为你被关在监狱里面 你就救不了外面的爸爸妈妈 什么叫监狱 那就是你的我执 贪嗔痴 你的恶业 让你没有能力 去帮助别人 所以站在佛教 要我们要真心的忏悔 思维空性 忏悔业障 法普利心 要真心的 去帮助利益众生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陀花苏 红花天典 十一月二十号至十二月十五号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十一月十二号星期二 赶天大地许真人千秋 燃丹节 宗科巴大师元吉日 灵化生大事述胜功德日 顺行与恶行程十万倍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十二月九号至十二月十五号 马来西亚亚罗世达国际短期出家 十二月十三号星期三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十二月九号至十二月十五号 马来西亚亚罗世达国际短期出家 十二月十四号星期四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十二月九号至十二月十五号 马来西亚亚罗世达国际短期出家 十二月十五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斩处罪九十节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十二月九号至十二月十五号 马来西亚亚罗世达国际短期出家 十二月十六号星期六 念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持斩处罪七千节 晚上六点半 兰卡威搭传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十二月十七号星期日 念释迦摩尼佛 持斩处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九亿倍 下午两点半 兰卡威出海放生 兰卡威出海放生 晚上七点 十二月二十六号星期三 下午四点至九点 新加坡金英堂 红帽莲桥和庙佛法讲座 十二月二十一号星期四 南安尊王千秋 下午两点至十点 新加坡金英堂 红帽莲桥和庙 大蒙山诗时超度法会 十二月二十二号星期五 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 下午三点 主题以大悲心力声 晚上七点 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 十二月二十三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半 马来西亚新山SAF 帆船俱乐部慈悲放生火动 十二月二十四号星期日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新山慈悲协会洒敬 晚上七点 新山柔佛在野大玛礼堂 佛法开示 讲题幸福与快乐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一 念药师琉璃光如来 持战处罪三十节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在野大玛礼堂 八观灾戒 十二月二十七号星期三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富恩园风水墓园山庄 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晚上七点 八瞻佛学会 佛法讲座 讲题 如何快乐地学佛 十二月二十九号星期五 上午十一点 马来西亚九树老人院 老人院派红包 及简短开示 下午四点 霹雳观音洞 放声火供 点灯与要供法会 并且十方台地 拥有整奥参加 阿弥陀佛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佛萨 摩佛波罗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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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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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